热转印和水转印有什么差别?两大比较带您了解。 是面上有许多转印的方式,其中又以热转印与水转印最为常见,转印时要选择哪一个呢? 其实根据两大面相便能轻松判断。 今天一生就带领大家一同了解,自己适合哪一种转印方式。 面相一,涂暗流色率。 热转印的硬制过程经过受热加压,成品较水转印来得牢固,也较不易掉色。 如果您想长期保留转印的图像,建议使用热转印来硬制。 面相二,转印素材表面是否不规则? 若转印素材是平面,如衣服、袋子、手机壳,热转印较为适合。 若转印素材是不受限的形状或曲面,如汽车板筋、包膜、灵活的水转印较适合。 但因水转印的硬制程序较为复杂,且需要高专业部的技巧与手忍度。 因此多亿工厂、大企业,才会采用水转印来硬制。 透过图案牢固程度及转印素材类型,便能轻松判断自己适合哪种方式。 也希望今天一生的解说,有帮助大家更认识热转印和水转印的差异。 若您有任何硬制上的问题需要协助,也欢迎与我们联系哦。 一生成立超过20年,拥有丰富的专业经验,提供大型工业用机台及小型创业的个人用设备。 包含UV直喷机、雷射雕刻机、热转印机等印刷设备。 拥有专业售后保固团队,提供免费线上设备咨询服务。 任何数位印刷设备需求欢迎找寻MRT品牌一生,免费服务专线,0800-520-005。